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4 这是因为这个2.0这个规格是从2011年开始的 那在这个之前就是1.0了 大家也都可能熟悉了在软体界 软件界 那个还没有成熟的就是零点几版 所以1.0版是一个正式成熟的作品 那1.0到2.0呢 又是一个里程碑 这中间的一些小改版就会是什么1.1啦 1.2啦等等 所以我们看到C++2.0呢 我们心里头会有一个 心里头一定会有一个印象 这大概是一个又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 那这门课程新特性呢 我把它分为两部分 一个是语言的部分 一个是标准库的部分 整个课程就是分为两二讲 语言跟标准库 我们现在是第一讲语言的部分 只谈新东西 在整个课程里面呢 我只谈新的东西 当然有一些新东西如果它的技术比较复杂 它牵涉到过去的需要一些过去的基础 而这些基础又很重要的话 我以为可能会放到这里头来 总共是为大家做一个铺诚 一个复习 你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基础呢 你应该具备C++的语法跟语意的基础 这个基础没有办法量化 当然是你越熟悉越好 我相信你会选这门课程了 你不会是一个C++的初学者 好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希望能够较全面的认识2.0的新特性 并且从实力中获得体验 光看一些文字的叙述 光看这一种是帮助很小的 我们需要很多实力 我会给各位很多的实力 我课程中的所有的 我挑选的例子 我都做个测试 这个测试都会给你 原代码的部分 代码都会给你 我这边讲较全面的 我不讲全面的 这个还是要谦虚一些 因为这范围如此的大 我们是挑 我是挑我认为重要的 我也实验过的 所以只能说较全面的 我不敢讲是全面的 好 那么既然谈到2.0呢 我们很快的认识一下C++ standard C++标准规格 这个国际标准 它的演化的这个过程 第一个 1.0是在C++1998年出来的 第二个版本呢 叫做C++03就是2003年 这个在技术上呢 技术圈里面把它叫TR1 Technical Report 1 有没有TR2呢 印象中没有 但是照真的有没有 其实也要去查一下 既然印象中没有 就是表示它也不太重要 好 Technical Report 1 那这一部分呢 叫Technical Report 就是它不是算是 它只是一些实验性的东西 那反正就在这时候开放出来了 那么到了C++11 就2011年呢 就正式的C++ 可以在这个时候把它叫做C++2.0 那么到了2014年呢 又有一个又一个规格 Standard这个规格 标准规格出来 那这个是对11的一个 一些小地方的修 的加强 的改善 所以真正最重要的当然就是 1.0和2.0这两个版本 而我们这个课程呢 是2.0嘛 就涵盖2011和2014 你要是问我哪一个特性是属于 哪一个规格里头的 其实我也不能回答你 反正都是2.0的部分 我们这课程涵盖了11跟14 好 2.0的新特性刚刚提过了 包括语言以及标准库这两部分 那标准库的部分呢 是以投文件的形式呈现 所以我现在呢 很快的跟大家提一下 那投文件的使用上面啊 这些标准库的投文件 它都是不带着这种 0.h这种文件名称的 例如这样子 那么除了C++的部分呢 C的部分 它C本身也有很多的 标准库的一些方形 函数 新式的也是不带0.h的 例如这样 那这个跟旧式的是怎么样配合呢 就旧式的那一个东西 比如说stdio.h 到了新式就前面加一个c 后面把点h拿掉 这就是旧式和新式的差别 你现在继续用旧式的这种写法 说弹入了 仍然可以继续的工作 没有问题 不过当然我们就希望 大家能够很快的 改掉你的习惯 改include这个新式的这一些东西 像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而我这边所列出来 全部都是2.0新增加 新增加的一些投文件 至于我们后面谈到 你用到标准库的哪些东西 是要含入哪些投文件 我不一定会去提他 这个上网一查就有了 我待会马上介绍几个重要的网页 网站 这个都是我们在写代码的时候 不可或缺的 另外标准库这些东西呢 都被放在一个namespace 命名空间里头叫std 所以当你在使用这一些东西的时候 你要把它全名写出来 既然在一个命名空间之中 因此一个东西的全名就要带着那个命名空间的名称 现在所有的这些 这些零组件呢 它的全名都是std冒号冒号 本来呢 你每一个你都得这样子写 这样是太麻烦了 所以要借用C++的这个语法的部分 这不是新的语法 这旧就有了 旧式的就有了 这一部分如果你还不太了解呢 就请你翻手上的自家家书籍 这不是属于我们新的部分 那刚刚提到有一个版本叫TR1 Technical Report 1 如果你也经历过那一段 那你当时你也已经在用TR1所提供的新的特性的话 你会有印象 那些东西是被放在一个命名空间叫std里面的次 secondary次要的一个命名空间叫TR1 所以当时你必须using namespace这个东西 现在呢 这句话告诉你 说许多的TR1的future的特性 那本来是存在于TR1这一个命名空间里头 在早期的版本里面是这样 现在都已经成为 已经被搬到std里头来 所以你可以现在不要再去管TR1这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TR1的这一些技术 这一些零组件 雕种库零组件全部都存在 但是现在就被放到std里头 这样子当然我们就又简化很多 不要再去管以前的历史上的那些旧的版本 不要再去管它 好 那么我们在学习语言上的东西 当然要去测试 所以你第一个你要了解你的编译器对2.0的支持度 到底支不支持啊 比如说VC6 那就是老的版本啦 后来有Visual Studio 这个好多的版本 到底支不支持这些呢 上网去看就知道了 这边是一个网页 你看以下我给了这边这么多的网页 都是 我们再回到前面来 那这个编译器支持 实际在这11跟14情况如何 所以这个上网一查就可以查到了 那这网址在哪里呢 网址不必记 by现在的Google大神 百度大神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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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歌大神或者是百度大神 这些搜寻隐情 你只要记住关键字就好了 比如说你现在到我这个画面了 这个字这么小你也不知道到哪去查 你看这一个 你就打进这个字 你就会到这个网页了 好 下面这一张也是一样 这都不是我打算讲了 只是告诉各位 你可以很容易的就可以上网去查一下 你手上的编译器的支持程度 好 我们再往下 这个也都是 好 再往下 我自己呢 在做这些测试的时候 我是用这一个编译器 这个开发平台 这个我一直不太确定 这个该怎么念 这个大概是Development C++ 你就写出来都是这样都不必念 我用的是算是非常新的版本了 5.11版 这其实只是一个开发平台而已 这是免费的 所以也 我觉得也很建议各位呢 到网站去下载 然后也可以去用用看 它对2.0的支持度是相当好的 那这只是一个平台而已 它内部呢 其实你可以外挂任何的编译器 那默认了它自己的 它挂的编译器是这一个 MINGW 里头的其实是 编译器是这个 Gnu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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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挂到这一个平台上 就是展现出来就是你所看到的这样子 所以我会付给大家的 随着课程给大家的一个代码 .cpp 的一个代码 它在这个平台上面 是以这个平台来编译 来制作出来的 我自己的一个算惨痛的经验吗 是这样的 当我使用这一个平台的时候 然后我一看这里面的 Gnode C一向是号称对C++ 知识度非常好 而且 版本又这么新 但是当我写一些测试程序的时候 都不能通过 我实在非常的纳闷 因为我在此之前呢 我并不是用这个平台 所以对这个平台不是非常了解 然后发现 原来要去打开一个开关 所以在这边它的画面是这样 那这一件事情是 专属于这个平台 那对你 你如果不是用这个平台有什么帮助吗 说不定有 也就是我要谈的就是说 你所使用的平台 所附的编译器 说不定呢 你需要去做一个开关动作 来开启对C++2.0 或者C++11 201的一个支持 说不定需要打开 比如说我的在这个例子底下 我就必须去选择 在这个选项里面呢 我必须去注意到 Compiler这一部分 而Compiler在这里呢 我要去注意它的 Code Generation 就代码的生成 在代码生成这个地方 这里有一个Language Standard 到底是语言上的哪一个标准 这边一开始是空白的 我得在这个地方点下去 去选择 一看才知道 原来它可以让你做这么多的选择 我选择ISO 就国际标准的C++11 这个选上去之后 它这个地方会变成这样子 然后那就OK了 一切测试就可以通过了 说不定你的编译器 也有这种开关 请注意 网络上有很多的资源 当然本课程也是你手上的 一个很棒的资源 那网络上的这些资源呢 像这一个 那这也是C++之父 Biannis Truthstrap 他的自己的网页 他的网页也有这么一些东西 专门在谈C++11 我想这个也是 能够带给各位很好的一个参考 帮助 刚提过说这个网址 根本看不到嘛 也不用去记 你就 这边字比较大 这个是关键字 把这个打进去 去谷歌一下 去百度一下 就会看到 再往下 既然谈到资源 网络上的资源 resource 这些东西都非常重要 这里呢 是三个我常常 在编程的时候 常常上去看 因为我要查一个 我不太熟悉的东西的用法 我不可能头脑里面记那么多东西 我都得用查的 当然你手上有书也很棒 那网络呢 让你更容易查 好 那一个是 c++.com 这个 画面是这样 这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reference 这一部分 你把它点进去之后呢 这边就有搜寻引擎 可以帮助你找 比如说我现在想要用 C++11 听说有个东西叫tuple 很好用 我打tuple T-U-P-L-E 打进去 它就会列出它的规格 我们就可以 这样子来 学习的使用 这边甚至于还有tutorial 家庭教师来帮助你学习 我没有点进去看过 所以说不定呢 你点进去看对你也会很有帮助 这边还有一些文章 等等 我主要都拿它来这个reference 拿它来查我要的资料 这是另外一个网站 叫cppreference 画面是这样子 画面是这样子 一样 这个地方有搜寻引擎 可以去查 都很好的 另外一个就是 格诺斯伊自己的官方网站 画面是这样子 这里面没有什么哪一个比较好的 这种问题存在 都很好 都能够帮助你 谈到资源 resource 书籍也可能也不可或缺 网站上是非常的详细 但是这都是硬邦邦的 条列式的 跳来跳去 link来link去 要比较用 口语化的方式 来帮助我们的呢 跟大家介绍这些书籍 这些都是百科全书籍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有了旧的版本呢 那这个新版本 你可能只有 其中只有十分之一对你有用 我随便举个例子 但这些东西也很少有书籍 专门卖我只谈C++新东西 不会像我们的课程这样 我们只谈新东西 好像也看不到这样的书籍 但是ok好不管了 就是在语言层面呢 这两本书一向是在C++ 语言里面呢 很受推崇的两本书籍 这个是C++之父所写的 Programming Language这本 那这个呢 是C++的第一套编译器的作者 Stanley Lipman所写的 在这里 那他们都是好几版本的 最新版本都是长这个样子 他的出版年份在这里 各位可以看到 当然是在2011之后才出版的 这2012 这是2013 但语言之外呢 还有标准库 这本书是专门在讲标准库 这三本都是我非常推荐的 非常好的书籍 标准库 这也是已经是新的版本 那么在C++这一个领域里头 一直有一些有几套 有几本书籍 是叫做专家经验 Expertise 这一本 就是属于专家经验集的 这位作者非常有名 Scott Scott Mayers 他写过Effective C++ More Effective C++ 现在呢 他针对新的特性 写了这一本 Effective Modern C++ 指的就是C++2.0的新东西 所以只有这一本书是只讲新东西 只有这一本 其他是百科全书 从过去以来通通都讲 这本是最新出版的 2014才出版 11月相当新 好 这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当然这一张才这么一些书 一定有《遗珠之汉》 好书还很多 不过这里呢 是我看过的 并且我推荐的 好 我们再往下 我也建议你 选一个顺手的一个全文检索工具 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去看标准库的原代码 我们在学2.0提供的一些很厉害 很厉害的一些东西 一些class 这些东西我们 就我个人的技术的习惯来讲 我们光去用它 实在不能满足对技术的追求 我们想看看它怎么做 一方面看 因为这是一个大宝库 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标准库 如果我们能看它怎么做 对我们自己的技术提升 提升也有非常大的帮助 而你要去看标准库的原代码 我想你需要一个全文检索工具 因为整个标准库那么多的文件 几十个几百个 那么多文件 你到底要查哪一个关键字 你需要用这个才能够很好的查到你要的关键字 去查到到底在哪一个文件里头 那我自己习惯用的是这一个 GREP GREP X系统底下的一个 一个类似全文检索工具的一个命令 那么这也是有团队把它写成 在Windows底下 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你只要指定 我并没有把每一个动作的画面打出来 我口述一下 你在他给提供的这一些功能里面 像这一个一个手电筒去照东西 你只要指定你要的关键字 还可以指定你要从哪一个Folder 哪一个目录开始找 你可以指定好几个 他就只找那一些目录 那当然你既然既然要找你在GNUDE C底下 你就要找GNUDE C底下那个include 所有的东西都在里头 或者是在Visual Studio底下 他也有include 这样的一个子目录 你锁定它在这边找 不要整个硬盘来找 不需要 你打进去之后 就会得到这一种结果 他就会把找到的所有的文件名称列在这里 你点进去看像我这样 点进去这一个 我现在要找的是什么呢 我要找的是Now pointer N-U-L-L-P-T-R 这后面我们会介绍到 我想看看这个东西 它到底在元代码里头是什么情况 我找到了这么多的文件都有 这一个关键字 如果我点中其中一个的话 它就会列出来 在第几行 在那个文件里面的第几行 有出现这个样的关键字 这已经很棒了 那这边还有更棒的 你这边点中它之后呢 你用右键 滑鼠的右键 右边的按钮 这边会出现这个画面 现在下面所看到的 这个第几行出现的 这一个就是这个叫view matches 它允许你看 吻合的那一行 那几行 这三行 如果你要看全部的话 因为你只看这几行 只是帮助你找到文件在哪里 这一个文件 你可以把这个文件拖到你 惯用的编辑工具去 你就可以看到全部 但是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选择说 我要看的是view 什么view 这一个文件本身 点中它 那么下面 就会出现这一种画面 就把这个文件的内容 全部在这里显现出来 它会停在第一个找到 这个关键字的那一行 那你可以 你可以上下移动 用鼠标上下移动了 你就可以 绿色的部分 就是它选中的那几行 就可以很快的找到 非常非常的方便 所以我在分析理解 标准库的原代码的时候 这个工具是不可少 如果你是用visual studio 它的一些旧版 我是用的很熟悉 新版我比较没有那么关注到 在visual studio 旧版里面就已经内涵了一个 这一种全文件锁工具 那就不要另外在外求 好 那这个课程你将获得的代码 到这个名字 随着这个课程呢 你会获得 你也会得到这整个 投影片的每一张的画面 你会获得 这一个测试程序 将涵盖本课程 对于2.0 new future的测试 所有课程中的这些测试 都涵盖在这里 都给你 你将来获得的文件名称 可能不叫这个名字 这个不一定 到时候会改成更系列性的 不过反正就是附随着这个课程 你会获得 我们要进入 我们的第一个测试了 那在进入测试 C++的新特性之前 要先确认 你到底有没有进入 这一个体系里头 请看这句话 你可以去检测 这一个关键字 按理说 所有的编译器 都应该有定义这个关键字 如果这个编译器支持2011规标准的话 它应该有定义这个关键字 所以我这边 它就会这么定义 define这个关键字是多少呢 是20103L 为什么是03 应该是11月 2011年的 3月 3月份的时候 这个2.0推出 那么在 如果你的编译器不支持2011的话 它这一个 这个叫做 在这里把它叫做Macro 其实不一定是这个是一个Macro 就是一个长量 它是1997 11月 也就是1.0的版本 1.0我们说1998 这是199711月 所以在程序里头 像我这样子写 就把这个东西 see out的丢出来 看看它的值是什么 我在Visual Studio 2012和 这个Gnu的这个 DEV这个环境里头 5.0版 分别做了这样的动作 输出是什么 输出是 哦 199711 这边呢 也是199711 这个奇怪了 Visual Studio 2012 和这个 DVC++呢 这么都是这么新的版本 怎么还会是199711呢 因为刚刚我说 也许你在编译器 平台上面你要打开一个开关 就像这样 这个我刚刚提过了 这个画面 当我把这个开关打开之后 这个的输出就是20103 好急了啊 我们就得到我们要的东西了 这样我们才开始 放心的往下写写 这些测试 测试 那么这边2012 按理说他应该也支持这个2011咯 但是他输出是199711 所以 我可以推测 这一个平台 Visual Studio这个平台 也有类似的开关 注意 所以我在给你的测试程序里头 第一个 第一行 就是先做这个测试 在他标准库的原代码里头 也有本身做这样的测试 比如像这一个 他里头叫 If not defined C++ 如果没有定义的话 他如果有定义的话 他还可以去判断是 是 是这个 97的还是11的 所以在他的原代码里头呢 也是有用这样子来区分 确定了我们在这个体系之下 开始写程序了 这一张图影片呢 我为大家分析 等于说是让你知道 在整个课程里面 不管在语言的部分 还是标准库的部分 你会学到什么东西 这里被我列出来的 就是重磅初级 重要的东西 现在去谈这些 我现在把它念一遍 并没有意义 并没有意义 我们后面都会看到 这些是重要的 这些是重要的 其他的点点点 那当然就是路人甲路人乙 就是不太重要的东西 有些呢是非常的小 但是现在列出来都是比较大的东西 那么一般来讲 作为一个课程的引导 当然一开始好像应该从小的东西开始 比如刚刚那一个C++ 这个Macro 我们就把它打印出来 是1997呢 还是2011 是小的不能再小了 所以好像一开始要从小开始 循序渐进的帮大家导进来 但是我想 你小写这门课程呢 你都不是初学者 所以我一开始要写你第一颗震撼蛋 我一开始就给你一个非常非常C++2.0 非常重要的东西 叫Varietic Temperance 当然这个庞大重要 所以我们分阶段来讲 我一开始先让你知道这个东西长什么样子 可以做什么用 然后我们就可以轻松一下谈一些小东西 然后到后面呢 会再一次更深入 我们再把这个重要的东西再谈一次 我们接下去 就要开始我们正式的对C++2.0的理解跟测试